- 歡迎您好 我是魏玉田 中午時間帶您一起來觀心天氣 今天的天氣不像前幾天這麼的陰沉 不少地區都能看到陽光露臉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的這一張是可見光的衛星雲圖 您可以看到全台各地的雲量都還算是蠻多的 不過都有透光 由於今天的風場吹的是偏南風的關係 因此各地的溫度也很有回升 像是在東半部地區高溫可以來到了29到30度 而在西半部則是由站上三字頭來到了31到33度 由於吹偏南風的關係因此呢也帶進了不少的暖濕空氣 今天來說全台各地都是有降雨的機率 比較明顯的熱區就在中部以北到東半部還有恆春半島一帶 但要提醒的是隨著熱力作用加強再加上水氣是蠻多的 因此呢到了中午過後的時候各地的山區還有大台北的東側呢 都容易有局部大雨的發生機率 雖然這段時間的雨呢是下個一到兩個小時就會結束了 但這個時間的降雨會變得蠻猛烈的喔要特別的注意了 而這個禮拜的天氣變化主要是從下半週開始 今年首播的梅雨封面到了禮拜四開始就會接近台灣 而週五的時候就會逐漸的影響 各地呢都有下震雨或者是雷雨的機會 而且雨還會一連下個四天一路到下個禮拜一 而到了這個週末的時候更要嚴防局部大雨 或者是豪雨的發生機率 而在北台灣的同時呢在週六的時候 同時還吹了東北季風 因此呢在低溫部分會來到了17到18度左右 跟今明兩天相比就有蠻大的落差要特別的流行 接下來帶你關心的是今天全台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的是在北台灣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受到了吹偏南風的影響 因此呢各地的溫度都手有回升 來到了28到31度 而整體呢在中午過後容易有一些的午後震雨出現 而在中部地區今天的雲量也是蠻多的 尤其是在靠山區的部分 也是會有一些的降雨機率來到了50% 而高溫部分可以來到30到31度 在往南部地區移動今天的雲量也是不少 高溫部分是可以來到30到33度 外出的時候要記得補充水分 再看到的是東半部地區 整體來說雨也是下的蠻多的 降雨機率可以來到了90% 而在高溫部分可以來到28度左右 最後是在外島的部分 金門也是有雨的 而連漿還有澎湖則是多雲的天氣 先要特別的提醒大家 在中午過後尤其是在山區的部分 還有大台北盆地的東側 都容易有局部大雨的發生機率 而從禮拜四的晚上開始 今年的首播梅雨封面 就要開始接近台灣了 而禮拜五就會影響 而週末的時候則是降雨最明顯的時間點 各地都要嚴訪有局部大雨 甚至是好雨的發生機率 以上是這一節的戲像 感謝您的收看